Yay! Kondo-san 從前從前 這裡住著羊媽媽跟七隻小羊 他們住在森林的房子裡 羊媽媽很愛她的孩子們 會不計一切代價保護他們 她教會小羊們很多生活經驗 每個孩子都非常可愛 四個女生、三個男生 有一天,羊媽媽要去一趟市集 賣她做的奶油 她必須離開家,留下孩子們在家 我親愛的孩子們,我要去市集了 不要隨便對陌生人開門 要注意安全哦 好的,媽媽 你回來的時候讓我們看看你的腳 如果我們認為是你的腳就會開門 羊媽媽給每個孩子一個再見吻之後出發了 這時候,有著狡猾的大野狼在森林裡閒晃 找尋簡單的獵物 大野狼躲在樹後面 耐心地等待著羊媽媽離開房子 當羊媽媽離開後 她就上前敲門 她要利用這個機會 是誰啊 親愛的孩子們 是我,你們的媽媽 我買了很多好吃的水果 快點幫我開門 嘿,等等 我認得這個聲音 是大野狼的聲音 大家記得媽媽說的嗎? 大野狼有低沉的聲音 親愛的孩子們 小心不要搞錯哦 不然大野狼會吃掉你們 大野狼沒辦法進門 她又試著敲了敲門 這次她用很細的聲音 假裝他們的媽媽 親愛的小羊們 我被關在外面 快來,快幫我開門 我好累,買了好多食物 為什麼讓媽媽在外面等呢? 這聲音聽起來像媽媽 但是我們要確認 媽媽,請你從門下伸出你的腳 記得我們說的嗎? 要讓我們看你的腳 所以大野狼伸出他的腳 當然,看到深色的腳 小羊們知道這是大野狼 小羊 你不是我們的媽媽 我們媽媽的腳 跟誰一樣白? 我們不會開門的 不會開門的 不會開門 大野狼很生氣 他去烘焙坊買了一袋麵粉 回來後 他用麵粉把腳整個染白 然後回到門口 現在這樣可以了 我要去抓羊了 你們這些小羊們 絕對逃不掉的 但是大野狼忘了一件事 小羊們非常聪明 因為害怕大野狼 一直在家門口附近逗留 他們想出一個辦法 兄弟姐妹們 我有直覺 大野狼不會輕易放棄 他會試著騙我們的 如果狡猾的大野狼又來 如果我們看到他的腳是白的 我會從門下偷看 如果真的是我們媽媽 就算在門後 我們都會認得他的香味 小羊們圍在一起 討論接下來的計劃 他們每個都有不同的任務 大野狼開心地帶著他白色的腳 再次敲門 這次他相信他可以騙過小羊們 孩子們 來吧 我是媽媽 看看我買了什麼 如果你們開門 我有禮物給你們呢 看看我雪白的腳 從門底看到了嗎 看到沒 看到我雪白的腳了嗎 小羊們仔細地看著腳 發現這隻腳 根本比他們媽媽的腳還要大 對 是白色的 但是超大 孩子們 又是大野狼 不是媽媽 來吧 實行我們的計劃吧 好的媽媽 我馬上幫你開門 按照計劃 大家都藏在不同的位置 一個藏在毯子下 一個在床下 一個在衣櫃 一個在烤箱 還有在窗簾後面 其中一個在屋頂 他們設好圈套了 而且計劃非常完美 終於緊張的一刻來臨了 其中一隻小羊輕輕地拉開門口 趁門開之前趕快躲在客廳的舊大石中裡 媽媽門開了 你可以進來了 大野狼進屋後 發現什麼都沒有 他一隻羊都沒看到 突然 他注意到毯子下有動靜 大野狼 大野狼走得很慢 張開了手 準備 他掀開毯子 我抓到你了 小羊 你以為可以騙過我嗎 沒人可以逃過我的 毯子底下的是小羊大姐 他手上有一個辣椒罐 他朝著大野狼的臉撒辣椒 然後床底的小羊 趁機倒了一罐油 在大野狼的腳上 地面到處都是油 大野狼的臉 嘴鼻子跟眼睛都非常痛 地板滑到站不住摔倒了 大野狼全身都是油 他滾了滾 試著朝門口逃走 救命 救命啊 好痛 好痛 有誰可以幫幫我嗎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好痛 我看不見了 躲在舊大中的小羊 戳了他的頭 用沙哑的聲音說 抓住這隻狡猾的大野狼 惩罚他 他該知道欺騙我們的下場 聽到這句話 其他小羊開始丟 儲藏在冷凍室的番茄 加了油的大理石 滑到讓大野狼無法順利逃跑 屋頂的小羊 朝大野狼潑了一桶冷水 讓他更難逃出門了 最后大野狼用盡生命逃走 我再也不會來這個窩子了 我的眼睛因為辣椒粉灼傷 又被冷水凍傷 全身都是番茄 是冷凍的番茄 我以為我四十年的經驗 不會被這些小羊整 是我已經太老了 還是他們實在太聰明了呢 傍晚的時候 羊媽媽從市集回來 她為了小羊們的健康 帶了很多蔬菜跟水果回家 每隻小羊喜歡的都不一樣 羊媽媽當然沒有忘記仔細地挑選 當她到達家門口 發現地板是濕的 她看看天空 一片雲也沒有 所以不是下雨 她敲了門 喊了小羊們 我的小羊們 我回來了 幫我開門 我很累了 手上都是袋子 我有金石要給你們喔 讓我們看看你的腳 讓我們看看你的腳 羊媽媽伸出腳到門底 小羊們立刻知道 是他們媽媽的腳沒錯 她的聲音同樣是媽媽 他們毫不猶豫地開了門 羊媽媽一進屋子 就嚇得尖叫 真是一團亂 地上都是番茄跟辣椒 家具也倒在地上 四處散落 羊媽媽嚇壞了 我的天哪 家裡發生什麼事 這是什麼 到處都是番茄跟辣椒 你們沒事吧 小羊們一一告訴羊媽媽事情的經過 她非常難過 她非常難過 但也為孩子們感到驕傲 再一次的 她知道小羊們有多聰明 之後他們一起整理房子 共進晚餐 我聰明的孩子們 我好愛你們 你們今天做得很好 你們彼此互相幫忙打擊大野狼 我為你們感到驕傲 有你們這麼聰明的小羊們 媽媽好開心啊 她一一抱了他們 跟親了他們 第二天 他們一起到警察局 投訴大野狼 告訴森林警察發生的事 森林警察稱讚小羊們 勇敢又聰明 甚至告訴他們 將來長大 可以加入警察的行列 小羊們聽到稱讚非常開心 大野狼被趕到很遠的地方 他被處罰 永遠不能回來 七隻小羊們 開心地生活 保護彼此 就像他們的媽媽教的一樣 從前從前 在一個小房子裡 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妻 他們是非常幸福的夫妻 也很期待即將出生的寶寶 我知道寶寶的健康最重要 但我很希望我們能有個女兒 親愛的 我也很希望能有女兒 我們的女兒會像你一樣 離生產的日子 越來越近 年輕媽媽興奮地等著她的寶寶出生 這位媽媽每天都會從窗戶 看到鄰居高牆厚的院子 種滿了花跟水果 某天她發現一種她從來沒見過的 黃色葉類果實 不知道那果實的名字是什麼 聞起來好香啊 我想一定也很好吃 我一定要吃吃看那個果實 我要直接去找鄰居問問看 沒有浪費時間 年輕媽媽離開家裡 但她不知道她的鄰居是個殘忍的巫婆 她敲了門 並不知道危險的事正在等著她 啊 哈嘍 你好 你院子裡的黃色果實聞起來真香 我懷孕了 真的很想吃吃看 那是可以吃的果實嗎 當然可以 我可以給你 它嚐起來很美味 而且對身體很好 那也會對寶寶好咯 那當然咯 尤其是對準媽媽來說 但是記得 因為它很珍貴 所以你只能拿一顆 哈哈哈哈哈哈 全都在我的計劃之中啊 年輕媽媽一回到家裡 就立刻吃完了 但她還想吃更多 快帶那果實給我 如果我不吃的話 我生不出寶寶 別擔心 我會盡全力帶回來更多那個黃色果實的 天色慢慢暗了 無助的丈夫爬過高牆 拿了他妻子想要的果實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 每晚 她都會偷偷地進入院子 未經允許進入鄰居的院子 不是件簡單的事 這位壞女巫其實是故意設圈套給她們 她知道她的鄰居即將生產 一定會因為這個香氣很想吃果實 女巫想要她的寶寶很久了 不管怎麼樣都想帶走她的寶寶 某天晚上當男子再次進入院子時 女巫當場逮到她 她以女巫的姿態現身 真的長得很醜而且又嚇人 可憐的男子被嚇壞了 請原諒我 我妻子懷孕了 她一直很想吃這果實 我是不得已的 因為你說她只能吃一顆 我知道這是不對的 但如果她沒吃 我怕我妻子會死掉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哈哈哈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但是有個條件 把出生的寶寶給我 不然我就毀了你們 男子只好答應這個要求 沒多久寶寶出生了 是個漂亮的女嬰 女巫立刻到他們家 她叫長髮公主 你們可以撫養她一年 等她滿一歲 我會來帶走她 無助的夫妻只能接受 當長髮公主滿一歲的時候 女巫從這對夫妻手中 帶走哭泣的女嬰 把她關在叢林中央的 一座高塔裡 她將在那裡 抚養這個女嬰 過了很多年 長髮公主 長成了一個漂亮的 年輕女孩 因為她從來沒有剪過頭髮 所以有好幾公尺長 她有金色的頭髮 深邃的綠眼珠 只要女巫一到高塔 就會高聲呼喊她 親愛的金髮女孩 我來了 放下你的頭髮 長髮公主會放下她的長辮子 而女巫會利用她的長髮爬上高塔 長髮公主 以為女巫就是她媽媽 直到現在她從沒見過其他人 她一直以為這世界上只有她們兩個人 她的聲音很動人 整天唱歌直到夜晚 她的歌聲在叢林裡回蕩著 鳥兒也會飛到窗邊聽她唱歌 鳥兒是她唯一的朋友 某天一位王子誤入叢林 她聽到長髮公主的歌聲 想著這美妙的歌聲是從哪來的 於是她沿著聲音找到了高塔 發現聲音是從那裡來的 我必須見見這聲音的主人 不知道怎麼上去 當她在高塔周圍繞的時候 她突然看見女巫往高塔上呼喊 她急忙躲在樹後看到一切 親愛的金髮女孩 我來了 放下你的頭髮 長髮公主放下她的長辮子 然後女巫爬上高塔 我發現如何上高塔了 等到女巫離開後 王子模仿女巫的聲音 朝高塔上呼喊 我的女孩 請再次放下你的長髮 我忘了拿東西了 母親 我現在就放下頭髮 很快的 她再次放下頭髮 哦 王子利用她的頭髮爬上高塔 見到了長髮公主 這美麗的女孩 生平第一次見到其他人 你是誰 為什麼在這裡 我母親呢 你不用害怕 我是這國家的王子 你美妙的歌聲 引領我來這裡 為了上來 我還模仿了你母親的聲音 長髮公主一開始非常害怕 但慢慢地發現她不是壞人 王子已經被她美麗的樣子吸引 日复一日 王子每天都來高塔 他們不知道相處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 終於她向長髮公主求婚了 長髮公主 我希望下半生都和你一起度過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當然願意嫁給你 我現在必須回皇宮 我會立刻找到方法讓你離開這裡 長髮公主非常興奮 一旦跟王子結婚就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 她一直以來都很孤單地呆在高塔上 王子用長髮公主的頭髮下來高塔 不幸的是女巫剛好看到王子 她立刻發現這是怎麼回事 心裡充滿了憤怒 當長髮公主將她的頭髮往上拉 女巫順著爬上去 她既憤怒又暴躁 這是怎麼回事 剛剛離開的是誰 把你藏在這裡就是要你遠離惡魔 但是你一直在跟陌生人說話 還把她當朋友 她是這個國家的王子 她剛剛向我求婚了 而我答應了 母親我很開心 我正在等你回來要全部告訴你 什麼 你在胡說什麼 我告訴你 女巫非常憤怒地拿剪刀把長髮公主的頭髮剪到很短 並用巫術把她送到很遠的國家去 隔天王子來了 她完全不知道女巫正在高塔上等著她 長髮公主 我來了 請放下你的頭髮 女巫 女巫放下長髮公主剪掉的長辮子 當王子快到高塔的窗户時 女巫就在這裡等著她 瞬間她受到很大的驚嚇 很驚喜對吧 你以為你可以隨便帶走我藏了多年的孩子 女巫放開辮子 驚嚇著王子跌落地面 她從高塔上跌落到樹叢裡 因為撞到頭部而失明了 王子從未忘記長髮公主 她騎著馬到處尋找長髮公主 她發誓就算到世界的盡頭也要找到她 她努力不懈地尋找長髮公主 終於某天她聽到一首歌 歌聲非常熟悉 啊 真是長髮公主的聲音 我找到她了 她騎著馬奔向動人的聲音 她來到長髮公主所在的房子門口 長髮公主 我來了 快開門 不敢相信 真的是你 當長髮公主開門看到王子的時候就哭了 她哭得很厲害 眼淚滴到王子臉上 還有眼睛裡 這時候奇蹟發生了 突然間 失明的王子張開了雙眼 他們開心地互相擁抱 慶祝這個奇蹟 王子最後終於正式地求婚 他們一起回到皇宮 重新準備婚禮 長髮公主跟王子 找到她真正的父母 跟他們分享這份喜悅 他們非常高興可以再次跟他們的女兒團聚 他們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和王子的寶寶 和王子的寶寶 感谢观看